よし!! 影片开始前 记得到粉丝团按赞跟追蹤IG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可以按下超级感谢 这次我做更多更优质的内容 本频道一直以来致力于介绍 推广男生幽门 满足了各位姐妹们的耳朵 不知道怀孕了几百回 而我对此也乐此不疲 但是每次早上出了生幽影片后 就会留言说 差不多该讲女生幽了吧 帮某某女生要报名生幽讲解 那到底又被做女生幽吗? 有观众这样问我 我想一下我当时这么回答的 没错 本频道将要赢来就值得纪念的一刻 这系列终于诞生出首位的女神优了 在介绍她之前 我们先请她为大家演示一段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 今天要介绍的女神优 就是在日本即将上映的剧场版 咒术回战铃当中 替以古优太配音的续方惠美 当初生优名单一曝光 不仅在Twitter登上热搜 台湾也有不少平台的转发 当然这跟咒术回战本身的IP强大也有关系 但如果换作是其他男神优 就不能保证 是不是也能引起讨论度了 这支影片就是要来告诉大家为什么 那也会再提几个续方惠美代表作 让各位更加了解这位女神优 续方惠美现年56岁 出道接近30年了 有着非常丰富的资历 所以以下我都会用续方姐来称呼 续方姐从出道到现在 接引过的角色都有一种特质 中性 中性 还有中性 她本人也都是走酷酷的中性路线 还是因为这样子有过不少被人家误会的经验 比如被扫厕所的大妈 叫去隔壁的男侧上厕所之类的 当天她的打扮是这样子 但她其实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出道不久就离了 第二段是在2004时 跟小13岁的男生结婚 在成为生幼前她本来是名音乐剧女演员 当时她所属的剧团即将要解散 正在准备最后的公演 休息时间抱着好玩的心情 到一家占卜茶店 那时候占卜出的结果是 最近会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 几个月后 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绝对不要放过了 在她之后不久 旭芳姐又从杂志上看到 亲二专门生幼养成学校 在招募学生 她本来还想要继续待在音乐剧圈的 可是因为锥肩盘突出的问题 让她没办法继续唱跳 所以不得不放弃 加上在剧团解散的时候 被当时的制作人说 你在舞台上扮演少年角色时 才是非常优秀 不如试着去做生幼如何 旭芳姐就以此为契机 决定报考亲二书 然后成功入学了 就在学完毕业之后 那时候悠悠白素真要动画画 她就去参加了试音 一开口介绍自己 我是情恶俗的旭芳 审查员就大叫 是藏马 当场就决定了由旭芳姐 当藏马的配音员 于是就是成为她的出道作了 也是她的成名代表作之一 完全和占卜算出来的一模一样 看到藏马的设定之后 可以理解为什么找旭芳姐来配 藏马原本是一只妖狐盗贼 因为被追捕之后身受重伤 所以把自己的灵魂 植入到人类的胚胎当中 打算躲起来 等长大恢复元气之后就离开 可是在长大的过程 感受到了人类妈妈对她的爱 而有了人类的情感 藏马的个性变得柔和 加上外形秀气 头脑聪明 偶尔会被人家误会成是女生 所以审查员一听到旭芳姐的声线 觉得中性的藏马 让旭芳姐来配 应该蛮有趣的 续芳姐算是开了首例 很少有过了变身期的男生 还找女生来配的案例 不过回到妖狐形态藏马 则是老牌身优终原帽来负责的 但大家应该不知道 续芳姐当时 还帮忙配了幽儿白鼠里面 其他打酱油的角色 你们才是正太还是妈妈 3 2 1 妈妈 没想到居然来个成熟女性声线 其实续芳姐配女生也是很强的 大家都忽略她这方面才能 因为一年当中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要当男生 就算是女生好了 也是个很有个性的女生 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位 在美战当中 年纪超高的天王星 天王星虽然是美战第三部S 才新增的角色 但有别于以往的美战们 身高180公分 身着男装 一出场就带有一种潇洒气质 没有女生不被天王星吸引 就连电视前的观众也是 但她的特别之处 不是只有外表 而是她的恋爱关系 她和水王星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言而喻 过去的魔法少女作品 几乎不曾出现这样的类型 到现在 也还是大众心目中的百合先驱 影响了不少少女漫画 续芳姐说 当初在配天王星的时候 接到监督的指示 要她把天王星和水王星 当作夫妻来演 天王星是保护女性的歧视 那样的感觉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在演天王星之前 续芳姐就在《美战》的第二部 《R》当中担任了不少龙套角色 甚至还演出了剧场版中 地场位的少年时期 先前在《男女秀秀版》影片当中有提过 EVA的导演安野秀明 其实很喜欢少女漫画 光是《美战》的剧场版 她就进了戏院看了三次 她一听到续芳配的地场位 就决定 要请续芳姐 担任EVA的男主角 定真式的配音员 没有错 《美战》剧场版上的时候 安野正在制作EVA 她当时邀请了续芳姐去参加了试音 但被续芳姐的事务所拒绝了 而续芳姐本人并不知情 是在参加《美战S》的节目组旅游时 安野秀明主动上情跟她打招呼 她才知道这件事 两个人虽然都觉得很奇怪 但安野秀明还是跟她说 因为第一次试音的时候找不到人选 请她务必要参加第二次试音 续芳姐后来去问了经纪人才知道说 原来那时候续芳姐的手边 卡了一堆工作 基本上已经没有价值可言了 才自行把她推掉 续芳姐就有点生气 认证的跟经纪人说 不管怎样 她一定都不要放过这次的机会 她想要去参加试音 因为她知道 她有很大的机率能够当主角 后来不出所料的 她合格了 续芳姐担任曾氏的配音员这件事 几乎已经可以说是内定了啦 那时候安野还跑去说服EVA的人物设计 真本一行 就知道安野有多喜欢续芳姐的声音了 续芳姐有提到 配曾氏时很有趣的地方 安野导演跟她说 曾氏是一个害羞内向男孩子 所以配得像在知言之语也没有关系 听不清楚台词也没有关系 越自然越好 那续芳姐很惊讶 她是靠声音吃饭的声忧 不用加上演技 这样真的好吗 总之她听从安野指示放轻松 用最普通的方式念出台词 是不是听起来很像傍读 那你就gay到暗夜的点了 EVA不仅开创了新的动画市场 也让声音的表现方式 进行了很大的突破 各方面加起来就变成了神机作品 普通人想要理解没那么容易 但是你们再听一段 旭芳姐的演技让观众 从声音感受到曾氏的痛苦 和她的懦弱 有不少跟曾氏同年级的少年 跟EVA的制作组说 曾氏这个角色 让他们觉得很有共鸣 因为曾氏太经典了 导致常常有人去问旭芳姐 关EVA的事情 问到她在推特上面抱怨 觉得很烦 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她才不管什么世俗眼光了 脑娘就是要做自己 大姐般的作风 也因此受到很多后辈女生忧 和歌手的仰慕 温柔带点中性气质的学兔哥 真实身份其实是审判者月 这件上感觉非常的熟悉 月的外形 让人不仅联想到藏马的妖狐心态 旭芳姐二接了跟过去 类似性质的角色 但不一样的是 妖狐藏马又找另一位男神佣来配 审判者月 却一样是由旭芳姐来负责 世人雪兔时毫无违和感 旭芳姐正常发挥 但月的话 当初第一次听到日配了月时 我完全不知道是一位女神佣来配 只觉得好像不是很合适 后来透明排片回归后 再来是听到月的声音 我才知道那份违和感是哪里来的 原来不是男生配的啊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期望听到什么样的声线 我期望的是更冷 更美形的低沉声线 像阴景笑吼那样的 但我想可能会有人误会我的意思 不是我不喜欢 只是我被我脑中的框架给限制住而已 而真的要称呼旭芳姐为双面王了 括号称赞异味 常常接到虽然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演技 来演人格分离的角色 但旭芳姐配的不是我们熟悉的游戏网啦 是更早期的东映版本 最初代的武藤游戏 东映版本虽然画面不怎么精致 但旭芳姐配的武藤游戏 堪称是经典啊 对啊 新闻开新闻开新闻的 Vargar World 你也想要把你游戏的拳战 是游戏的时间 听说他可以不用分两段去录 身陷随他随时的去做切换 演技一流没话说 不过日本的湘民怎么说 游戏是傍毒网 不不不 他们说的是配游戏王DM版的封建俊介 而且还知道就有不少傍毒的名场面 确实是开判的说明 我手朵的三枚是意味不明的卡 但这只是一开始啦 中后期的表现又相当纯瘦了 说到枪弹辩驳 就不能不提 续芳姐为枪弹游戏献身的片尾曲 再生 这首歌其实不是特别为游戏做的 而是之前续芳姐和乐团的团员们 做兴趣的 团员作曲续芳姐填词 并且在2010年的live中公开 不没多久 他接到了枪弹的游戏主义配音邀请 合作过程中 制作人跟他聊天 知道他有在搞音乐 所以顺口问他 有没有demo可以试听啊 续芳姐就把上个月刚发表过的歌拿给他听 结果所有人听到后 就这实在是太适合枪弹辩驳了 所以就慕名成为了枪弹的片尾曲 续芳姐没有想到他的歌 居然有机会可以商业化 让他笑说 他跟主角苗木成一样 都有超高孝极的幸运 续芳姐跟枪弹的缘分还不止这样子 后来枪弹辩驳陆续续的都有找他 不管是动画还是游戏的系列作 除了苗木成之外 还另外赋予他一个新角色 迫之萨斗 很难得会看到一个已经有知名度的神优 建议两个角色的情况 这两个角色的个性完全不一样 苗木成的个性很正向 会带给人希望 迫之萨斗 像被邪教洗脑神经病 这两个角色的身线差这么多 所以一个身又配多个角色 绝对不会有工作过量的问题 然后在2010年那一年 同时参与了当时的神作 Angel Beat 他在里面饰演的是自称神的中恶少年 直景文人 但事实上 只是个害怕寂寞的傲娇少年 所以续芳姐说 不能用过去的演出方式来演 简单来说 就是更以自我为中心 最能表现他的中恶感 从这时候开始 就有越来越多中恶的角色请他来演 包括刚刚提到了破之萨斗 续芳姐的身线拿来配正太有多香 不用讲 但你有听过这么少的正太吗 新生代的宅宅可能对花子君比较熟悉 如果说 雨山丘仁是我们八年年代的正太男神 那花子君 就是现代少女们的正太男神了 该骚的时候骚 该可爱的时候也很可爱 但是你们知道 玩游戏OVA里面的雨山丘仁 也是续芳姐配的吗 横跨了20几年的时间 续芳姐丝毫没有被时代淘汰 声音的表现还更没人了 神有果然都是怪物啊 看完前面的介绍之后 应该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公布给续芳姐来配的时候 呼声这么高了 一顾的气质跟真似很像 忠性柔和 却也有大幅度的情绪起伏 所以网络上还有人作图 带完A8个 人选事物是动画导演普希侯提的 一提出来后 动画组其他人员 和作者借鉴夏夏老师 都表示超满意 受不期待觉得是骗人的 结果我目前讲了9个 只有一个是女角 为了平衡一下男女比例 好像应该要来介绍一下 续芳姐的稀有女性角色们 各位 拿好你们的卫生纸 没有要干嘛 先上下厕所 第一个是圆盘皇女的 娃尔古雷 讲的是一个外星公主 为了逃婚来到地球 结果幽浮不小心压死了一个男生 所以娃尔古雷 就献出自己一半的生命 给这位男性 然后就变小了 只有在被男主角亲吻的时候 才会恢复原状 很奇葩 又有点浪漫的恋爱喜剧 我知道有人会问 续芳姐 是不是配变小后的罗莉亚 不是 是正常size的这位 而且神仙 绝对让你想不到是他 其实续芳姐超会配色气的大姐姐 但就是没有人找他演啊 经典的还有麻辣教师GTO 国男的妈妈 村井树里亚 近期心翻也有 全院厄狱里面的医生 不过续芳姐可是会全方位的生忧啊 罗莉对她来说 也是小case 细邪鬼美系里面的学女 仁玉 设定上仁玉会一直跟手上的娃娃交谈 所以就连手上的娃娃的声音 也是续芳姐来负责 在这里她是一人分饰两脚的 少女音和少年音 无痛快速切换 就能够证明 续芳姐的实力非常的强 可是她面对访谈的时候 都很谦虚的说 觉得自己的声音没有那么好听 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感到非常的幸运 不过成为声音后 她倒是对一件事情很不满 就是 为什么声音得要面对镜头 她说到没多久 刚好碰到声音又偶像化的热潮 虽然我们现在觉得没什么 但当时让她无法理解 关于声音又时好像又可以再讲一集 有人有兴趣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们知道续芳姐有多排斥吗 到现在她还是会时不时在某些场合抱怨 她有她自己的原则 所以其实我们很少看到她像其他声音又一样 在镜头面前展现演技 因为她觉得这对动画组的人员很不礼貌 做得那么用心 有个观众那模糊的焦点 到底是为了声音又看动画的 还是为了制作人员去看动画的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没什么错 如果声音又本身自带流量 那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效果 续芳姐对声音又界的贡献还不小 2019时创立了免费的声音又师储 提供了环境给有兴趣的年轻人 这传里面有提到 即使在疫情期间 她还是想办法让课程能够继续 她就是这么真的一个人 身上有一股神奇的魅力 就算平常很少听她作品的人 也会不自觉想要跪下来对她喊声 大姐啊 地方家女良心制作绝不脱稿需要您的关心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可以按下分享旁边 超级感谢 小小支持我一下 我是麦 下次再见 拜